最近消息彰化深港福安宮旁道路 在今天下午發生了一起化學橋車翻車意外 當時車輛行進路口左轉之後 整台車不小心翻覆 導致在貨櫃內裝載的兩頓硝酸外洩 空氣中瀰漫著橘色的煙霧 就怕引發爆炸意外 消費隊緊急的出動了這個灑水防護 避免氣體持續擴散 紅色大火車勞入口左轉 車頭疑似太重 一個重心不穩當場側翻 只差一步距離險些撞進 一旁民宅 嚇到哪有嚇到 那倒露那撞在那裡這麼大 好 沒辦法再不來 民眾嚇了好大一跳立刻報警 因為駕駛受困 貨櫃裡裝了八噸重的硝酸 大量外洩 與空氣接觸後 蠻是刺鼻味飄散 橘色煙霧 就怕隨時發生意外 消防局現場派出消防機器人 灑水戒備 消防隊員穿上A級防護衣 才敢緩緩靠近 協助吊車趕緊讓貨車扶正 防止硝酸 持續外洩 現場沒有人受傷 那消防車現場做水線防護的部分 那拉管制區域範圍100公斤 避免有人二次受傷 因為畢竟這個氣體是有輔實性的 翻車以外翻在6號下午一點多 一輛滿載硝酸的貨櫃車 過完室不慎反覆 兩頓硝酸外洩流出來的液體 足以腐蝕鐵櫃 若吸入過多 對肥部也有傷害 消防隊員穿上防護衣 戴上呼吸面罩 迅速排除事故現場 好在沒有亮城 人員傷亡 接著人貌彰化唱不到